社會住宅跟原住戶安置的一個議題 考量供應出租住宅為了使它的面向更廣 所以在特定專用區的4跟5呢 它的供應住宅的重備基地是我們這次修正成社會住宅 另外避免外界認為我們這個回饋土地有標售的嫌疑 所以本次也刪除了實際政策需求籌設市政經費的文字 再來再經過多次的討論 有關華光社區原住戶的安置 我們這次修正了就是華光社區裡面特專4跟5 未來如果做社會住宅來使用的時候 華光社區原住戶如果符合社會住宅的入住條件 它可以優先來入住的一個規定 那另外再來在有關委員的意見認為說 有關法律法務部辦理的過程 這個附件一來刪除 這個部分我們建議因為有關這個 保護部安置的歷程對於未來的一個歷程的考證是有 就一個必要性所以建議保留附件一 再來是文化資產保存跟歷史場域呈現的一個精神的部分 總共有五大點 第一點是文資的部分指定成市令古蹟跟歷史建築的部分 依文資法的規定辦理 再來就是歷史場域的部分 鹽舞場的部分的周邊以配合留社公共開放空間為原則 那口製型廣場這個部分呢 以留社開放空間或是地面場 標空的方式來辦理 另外呢在我們那個文資委員會第57次會議的決議的時候 有決議到特專1到特專3 就是這個地區呢 未來在開發之前要先進行 玩那個基地的視覺跟文史調查的工作 然後提送文化給確認它是否涉及文資的事異 那第五點呢 也就是那個圍牆的這個周邊呢 我們這個圍牆的範圍周邊呢 要留社適當的一個寬度的寬充空間 那再來樹木保護的部分呢 那除了樹木事異議台北市的主保自治條例的新辦理呢 這次有新增樹木以現地保留為原則 並且在基地開發時與開放空間整體規劃 那在土地使用的部分呢 本次呢經過討論之後呢 這次修正呢要擴大金山公園 來讓它延伸到金華街的部分 所以在這次的土地使用主要是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的特專4的部分 面積減少了464平方公尺 那來擴大整個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這次是增加到591平方公尺 那取消取消的這個人型步道用地也作為公園用地 那再來就是這個特專4跟5的部分呢 經過考慮因為它裡面涉及到歷史建築物的部分 所以這次呢把歷史建築物可以不記入它的一個容積率 建築率另外考量未來做公園住宅 社會住宅的一個案例的話 這個特專4跟5的基準容積率 這次是修正由400提高到450 第一點依據103年7月3日 擬定台北市華光社區暨周邊地區 不含中華電信及中華郵政部分 特定專用區西部計畫案 專案小組會議關於都計委員所言 安置居民事項應列入西部計畫中 以免留於宣誓性質 第二恆請一座協助監督業務單位 將下列文字納入西部計畫相關章節中 在市府取得之回饋土地上 應優先安置 應先優惠安置原華光社區破千戶 處法令令有規定外不得無償配注 安置方式令以辦法定之 以上宣讀 我代表民間團體在 感謝都委會目前的討論 但是在上次版本第五頁裡面 我想我們現在寫的是說 未來這個可建築用地 可作為本府公務機關市政建設 或社會住宅使用 那還有接下來寫說 未來若作為社會住宅使用 跑光社區原住戶 堂府和本市等等等等這些文字 那對於民間團體跟社區而言 會希望這個文字上可以更明確一點 譬如說有關社會住宅的使用 它的優先次序應該在公務機關 跟市政建設之前 那這樣可以透顯剛剛我們 對於整體設計的裡面的一些精神 因為我想市府的公務機關 跟市政建設 這塊基地上一定會有規劃的 但是對於居民而言這個文字不夠明確 那以及第二點 感謝這個文字裡面有寫說 未來會這個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讓居民可以優先申請入住 那這個也是符合居民的期望 那可是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文字裡面寫了 我們要根據前開的這個出租辦法 相關規定來辦理 但是市政府目前有的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裡面對於租金的規定啊 是比較模糊的狀況 譬如說我們只寫說 租金跟管理費不應該高於市價的水準 那但是這個 這個標準其實對於社會住宅人員 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因為譬如說在日本或韓國 對於這個租金的規定 通常是以居民的所得負擔能力 然後三成到七成中間來彈性規定 那我想這個也是 就是未來市府在相關的這個 辦法的擬定的時候啊 應該有個機會做更多的討論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剛剛李議員也提到說 我們未來可以以這個 專案小組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是居民這邊希望 小組可以參考的 我們這個民進版的方案 其實我們還是一個就是 可以讓華光的居民未來回到 我們特性專業區 一個是跟五的社會住宅的時候 可以提供他們一些 可以提供他們一些 在原本的 像原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產業 可以回到社區來的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前幾次的 聰明會以及 以及討論會之後 我們極力的要求把原本 公共在滿床案中 從使用項目組別排除的 例如不可以做為 不可以做為汽車的維修 以及做一些相關過去的一些 產業的一些限制 把它刪除了 那也很感謝 也很感謝 是杜發局幕僚 願意提供我們的建議吧 這些華光設計居民 原本他們 在這個地方 就是賴油線這些工作的項目 把它重新的加回來 那我們也很希望 就是在特性專業區 二跟三 我們建議的低樓層的部分 我們要維持一個 公共信用開放性 提供同時也配合特性 特性專業區四跟五 就是提供一些小單元的一些商業空間 那這些商業空間呢 我們認為是可以讓華光社區居民 過去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產業 可以回到華光社區 例如過去 我們這邊有很有名的一些 豆漿店 小籠包之類的一些餐廳 那這些小型的餐廳 其實對於我們的 台北發展觀光來說 我們的國外觀光客 他們來台北 他們不應該是來 去那些國外 一些高級的牛排餐廳 他們應該是要來我們台北 體驗我們這些台北 還有這些特殊的出名的文化 所以我們這次提出來的特殊專業區 二跟下的一些公共性 開放性的一些 豆漿的使用部分 我們也很希望就是 突發局可以鑿著華光居民 他們未來回到特殊專業區四跟五 這個社會住宅的需要 可以把這些低樓層的這些商業空間 可以鑿勤讓華光居民 可以重新的回到這邊來 從事他們的產業 因為社會住宅其實它並不 社會住宅不應該只是提供一個 居住的功能 應該也要提供就是 在地的居民可以有完整的就業 跟在地安養的一個 完整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想 我們希望是 杜發局 我們希望杜委會 我們希望杜發小組 在討論特殊專業區四跟五的 例如歷史建築區的活化部分 也可以做請考量 就是讓華光居民 可以在這些歷史建築裡面 從事他們的一些原本的生活產業的可能性 從事他們的一些原本的生活產業的可能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